他是皇帝中的奇葩,整整活了86岁,仅次于清朝乾隆皇帝,位列中国长寿皇帝的第二把交椅 他四次出家,光输他的钱,就达到四亿钱,他勤政赖名,多才多艺,号称皇帝菩萨,却最终乐死欲终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琪,今天我们要聊聊南朝梁的开古皇帝梁武帝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他为什么与佛教有着特殊的缘分呢? 他的前世今生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请跟我一起来探索吧 梁武帝,明霄衍,自淑达,小字恋儿,他是南朝旗的宗室,也是兰陵霄氏的世家子弟 他少年时就受到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学士广博,才能出众 他曾经是南旗权臣霄鸾的心腹,后来在中兴元年501年发动政变 推翻了暴虐无道的东婚侯霄宝卷,建立了南朝梁 他在位48年,是南北朝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对文化、学术、经济、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被后人称为中国的阿育王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的阿育王呢? 这就要从他对佛教的信仰和支持说起了 梁武帝虽然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 但是他也对道教和佛教很感兴趣 他曾经说过,我自幼好佛法,不知何缘 据说他还有一个前世轮回的故事 高僧传记载,梁武帝曾经问一位高僧 我何因得此天下?高僧回答说 陛下前生曾在西域国家前陀利国 近印度尼西亚找挖岛出家为僧 名叫摩赫巴陀罗 当时有一位名叫阿育王的国王 信奉佛教,广见寺院,广失众生 摩赫巴陀罗尊敬阿育王 常为他讲说佛法 阿育王因此感激摩赫巴陀罗 赐给他许多财物 并说,我今日得闻佛法 皆因你之力,我愿以子国土相赠 摩赫巴陀罗说 我不求子国土,只愿来胜得 胜于中土中国,能够弘扬佛法 阿育王说,既如此 我也愿来胜得胜于中土 与你同行佛道 后来摩赫巴陀罗元祭后 转世为陛下 阿育王元祭后 转世为昭明太子梁武帝的长子 这个故事虽然没有缺凿的证据 但是反映了梁武帝和昭明太子 对佛教的热爱和奉献 梁武帝在位期间 大力支持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他曾经说过 我愿以佛法为国教 他亲自讲解涅槃经、般若经等佛经 赞助翻译佛典 建造寺院 制作佛像 供养僧人 举行法会 赐予僧人封号和地位 甚至四次出家为僧 舍身供养 他还反对神灭论 主张素食戒杀 推行菩萨界 改革国家理智 将佛教仪式融入朝政 他的这些举措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反对 有人认为他荒废朝政 浪费国库 俗害儒家传统 导致国事衰落 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佛法的虔诚和智慧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 使得南朝梁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佛教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据南史记载 自江左以来 年余二百 文物之圣 独美于资 梁武帝时期的佛教名僧有会员 法葬 会教 会超 法音 宝畅等 佛教著作有南史 高僧传 梁高僧传 广宏明奇等 佛教艺术有龙兴寺石窟 龙门石窟等 梁武帝还派遣僧人到印度取经求法 增进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 可以说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佛教的皇帝之一 然而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 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太清三年五百四十九年 他的部将侯景发动叛乱 攻陷健康亲南京 围困梁武帝于台城 梁武帝在困顿中仍然坚持讲经不失 甚至下令焚毁寺院和佛像仪式成心 但是这些举动都没有挽回局面 反而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和抵制 最后 在侯景之乱中绝世而亡 他死后不久 侯景被梁元帝梁武帝第七子萧义和西卫联军所灭 梁武帝的死亡和侯景之乱的爆发 标志着南朝梁的衰落和南北朝时期的动荡 梁武帝在侯景之乱中绝世而亡 那么 梁武帝的后代和后世的人们是如何评价他的呢 他对佛教的影响又有哪些呢 请听我慢慢道来 梁武帝死后 他的第七子萧义继位 视为梁元帝 梁元帝在位期间 与西卫 北齐 南臣等国交战不休 国立日山 他对佛教的态度也与父亲大相径庭 他曾经下令禁止僧人讲经 没收寺院财物 迫使僧人还俗 甚至杀害了一些高僧 他还曾经说过 我父亲信佛 结果国破家亡 我不信佛 反而得以复兴 他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佛教 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可以说梁元帝是一个反佛教的皇帝 梁元帝死后 他的儿子萧芳至继位 视为梁敬帝 梁敬帝在位期间 与南臣和北齐交好 与西卫为敌 他对佛教的态度也比较温和 他曾经说过 我祖父信佛太过 我父亲反佛太甚 我想中庸知道 他恢复了一些佛教活动 但也没有过分支持 可以说 梁敬帝是一个中立的皇帝 梁敬帝死后 南臣灭掉了南朝梁 结束了南朝四分裂的局面 南臣皇帝 陈霸先对梁武帝的评价是 萧衍才能出众 但是信佛太深 以至误国 他认为梁武帝是一个有才华 但没有远见的君主 后来隋朝统一中国后 隋文帝扬间对梁武帝的评价是 萧衍虽然有文才 但是不知道治理国家 他认为梁武帝是一个有文才 但没有政治能力的君主 在后来唐朝建立后 唐太宗李世民对梁武帝的评价是 萧衍善于用人 但是不善于用兵 他认为梁武帝是一个 有人才但没有军事才能的君主 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 历代皇帝对梁武帝 都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 都认为他有某些方面的优点 但也有致命的缺点 而这些缺点往往 都与他对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有关 可以说梁武帝是一个 被佛教所困的皇帝 那么梁武帝对佛教的影响 又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梁武帝对佛教的影响 是文化方面的 他在位期间 佛教文化达到了鼎盛 他亲自讲经 赞助翻译 编证佛典 推动佛教学术的发展 他还派遣僧人到印度取经求法 增进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 他对佛教文化的贡献 使得南朝梁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 佛教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第二 梁武帝对佛教的影响 是艺术方面的 他建造寺院 制作佛像 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创作和发展 他时期的佛教艺术有龙兴寺石窟 龙门石窟等 都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他对佛教艺术的贡献 使得南朝梁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佛教艺术 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第三 梁武帝对佛教的影响 是制度方面的 他改革国家理智 将佛教仪式融入朝政 他推行菩萨界 提高了居士佛教实践的地位 他赐予僧人封号和地位 增强了僧团的权威和影响力 他对佛教制度的贡献 使得南朝梁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佛教 最为权威的时期之一 综上所述 梁武帝对佛教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他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也是一个失败的皇帝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和理解 也值得我们反思和批判的人物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 请给我点赞和关注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和建议 下次再见 点赞 关注